第2525集 轰的一声 大地劫在浩荡 与全宇宙中扩散极其霸裂 汹涌向各地 这是在住唯一的地道 要压盖人间界 只要这个人成道 所有后来者此生都不再成地 唯有等他死去一万年后才可以 这让人震惊 诸天骄战利 这一世有古皇子 有最经验的人杰 各种传承的奇才很多 是万古来的大积累 全都在这一世复苏出现 而这个人成道 等于断掉了所有人的路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是现在 不 我不敢哪 于宇宙中 正在渡劫的人不算少 包括了火其子 神残道人 隐天德 神尊等 这些哪一个不是绝世奇才 而现在突兀的大地劫发生了 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大难 这让人绝望 看不到光明 看不到希望 他们的路断了 向天再见五百年 老天你是何其的不公 再给我百年也好啊 为什么会这样 我已经看到了曙光 想努力推开那扇门 而你上仓 却无情的为我闭合了 各地都有人在渡劫 有人沉默 有人悲忽 不能承受这个结果 大地劫真的太突兀了 此前没有一点征兆 若是其他大事 此人必然早已鸣动天下 闯出了赫赫威名 杀出了个尸山血海 而今却是突然爆发 轰的一声 天结阵势压概了一切 淹没无尽的星系 这是在灭人间界一般 大道规则在排列 不断的改变 这一世的治强者的法道 将成为唯一压概一切道统 主宰这片宇宙 雷声轰隆 混沌气澎湃 赤声电芒飞舞 每一条都跨越几个星系 长大无比 这让人震撼 这就是大地劫吗 太过恐怖了 在天法中 在无尽的雷光中 有一道金色的身影独立 激烈对抗 征战大道 要将自己的无上烙印 与宇宙融合成为唯一 无尽的雷海扑来 每一重都显得那般的可怕 相比较而言 那些绝代天骄的准地劫 在这一刻不够看了 虽然接鼓来罕见 但是又怎能比得上大地劫法呢 一声长鸣 一道火光聊天 一道金色的身影 像是冲破了万古的禁锢 划过大半的宇宙 不断的冲击 是一只神琴 有人见到了成帝者的一道残影 露出震惊之色 这不属于人族将要献一位妖族大帝 管他是谁 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关了 他争的是大地位 而我们争夺的是成仙国 仙路上的大战在继续 极大至尊态度冷漠 若是昔日 他们会阻止会出手 可是现在却顾不上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所言倒也是实情 有了更高的追求 先欲引线 就在眼前打进去的话 就将创造历史 成为古来最终的成仙者 众人向前闯 惨烈搏杀再继续 叶凡加入 成为了几人重点照顾的对象 不时有强大的攻击光束扫来 当然 每一个人都相互戒备 不时寻机会对别人下手 因为都是对手 到了现在不可能同仇敌凯 结盟是不稳定的 也是短暂的 哄的一声 外界 大地结更加剧烈了 竟然影响到了仙路 这让人惊悍 显然此人渡劫场面极其壮阔 波及到了这里 白虎道人说道 他在移动 以极尽速度躲避雷法 再尽量积蓄力量 想要熬过去 很强吗 勉强合格而已 能闯过去才是大地 若是熬不过 不过是一堆粪土 成仙路上大战道沸腾 叶凡早已经见邪 几位至尊都升华了 屹立到了最强大的领域中 无敌天下 这是一场激烈的大碰撞 每一次对抗 都有人见起很高的血花 杀到现在 虽然他们言语上还算平静 但是早已是杀鸡惊销 谁对谁都得戒备 神秦长明 宇宙战利 一位大地在崛起 他在饱受煎熬 艰难闯关 雷火中一道金色的身影横天 从飞仙星系旁飞过 带动起大片的结光 一只金屋 竟然是这个族类中 有人成道了 仙路上 所有人都感觉到巨大的压迫 那种气息太过恐怖 至刚至强 若烈火灼身 我有些印象了 当年有一位准地 渡九重天节时声势耗大 惊醒了沉睡的人 想对他出手 可是最后他伤了大道仙台 便没有人动他了 后来他苦熬了几千年 终是作画了 好一只金屋 真是好心机啊 竟然瞒过了至尊 他当年分明是 研习了涅槃之法 为了开启第二世 而煞费苦心 拿一世的生命 与盗鸡当作赌注 只为这一世成帝 几位至尊 眼中寒光闪烁 若非是在成仙路上 他们铁定会出手 此季叶凡叶知道了 此人是谁 他感应到了那种气息 曾经见到过 是天兵古星地心 身处那颗金色的蛋 当年他去历练 寻到了王子文 在那里有惊人的发现 那是古天庭的练兵之地 整颗星辰是 灵宝天尊的头颅 而地心身处 还有至尊仙台的火焰不息 甚至还有鲜叶流淌 那里有一颗金色的卵 在汲取那一切 由一只乌鸦大圣守护 所有这一切划过心中 叶凡心中矩阵 成帝者竟然是金乌族的老准帝 一直传闻 那位老准帝如何了得 却始终不显 后来才知道作画了 可现在看来 金乌族的老准帝手段逆天 他赌上了第一势的所有 令自己涅槃 活出了第二势 这是一种恐怖的实力 可以需要一种大气魄 叶凡轻语 可惜啊 当年错过了 成仙顶剧烈摇动 上面的法则燃烧 让万龙皇受神等一惊 他们共同主导 封在上面的神则要耗尽了 此顶自行冲击 威力更惊人了 但是却有点脱离了他们的掌握 仙光大道璀璨 绿铜顶中有一个身影显化 有点像神娃长大的样子 但是却比他强大无数倍 威严无比 震慑宇宙 这是顶中的神奇 更是与昔日的帝尊一模一样 叶凡第一次见到帝尊的样子 当然他知道这不可能是帝尊 就如同他顶中的神奇一般 只是模仿了他的容貌而已 绿铜顶震动 一下子粉碎了前方的屏障 轰杀了进去 突然 当的一声巨震 成仙顶也不知道击中了什么东西 发出了清脆的声响 震动了几大至尊 前路有物阻挡横跟前路 处在光雨中 所有人都不禁为之神色一致 对抗放缓 一起向前望去 那是一座碑 岁月古老 这给以前见到的仙观 碑 轮回门等不一样 不是法则交织而成 而真正的是一个实体 一块真正的石碑 出现在成仙路上 这太过震撼 让每一个人都心中激动 白虎道人颤抖 满头白发倒树了起来 我们这是要到达一个真实的世界了吗 而不是投影区 因为见到食物碑了 这很让人怀疑 他们打进了仙狱中 我给所有人都感兴趣的钱 我们要到达一个真实的世界